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我最喜欢的潮巴来场火爆的大乱斗那感觉绝对是棒棒的 我要彻底让大力他们知道谁才是大乱斗女王 因为我在任天堂神明山大乱斗里面只有被欺负的份 所以呢我当然这次不能忍了 我要在海贼王的世界里呢重新战上大乱斗的巅峰 你们就等着倒在我的时尤情下吧 今年8月口袋妖怪华语玩家发起了游戏中文化请愿的活动 在华盛顿的口袋妖怪世界锦标赛2014现场 将映制成册的请愿书当面交给了游戏制作人增田顺一 与石原恒合先生并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当然玩家们的诚意不只是送上请愿书 在最近三个月 华语地区可待妖怪玩家们在超过500名拍摄者的协助下 制作了中文化请愿影片 进一步表达了大家希望游戏中文版从理想变成现实的愿望 此外在10月初到访福州担任小智生优的松本离乡女士 也在影片中和当地玩家一起出镜并且送上了祝福 大家可以访问makeawish52poki.net 来查看更多关于中文请愿的信息 里面呢还有众多玩家的请愿贴 各地的朋友都在这里为口袋妖怪中文化请愿出了一份力 那么今天呢 依我也来请愿一下 希望口袋妖怪可以加入内置中文 让我们能更深入的接触和了解口袋妖怪的世界 我们常说呢 高手在民间 这不高手们最近又不堪寂寞了 聚集在一起准备高清重制 神话危机2 并且还公开了一段重制后的游戏视频 让不少玩家都误以为是卡普空官方的作为 欧美技术型粉丝的战斗力再次加厉 如果本作真的能够成功地突破老卡的版权的话 那么玩家可以享受到的有 一 全部重制的高清画面 二 越尖视角的操作以及设计感 三 越发妖魅的男主角李昂一鸣 真可谓是没有枪没有炮 我们可以自己造 这个粉丝制作的生化危机2重制版将在10月31号放出测试 跟玩家下载 到时候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民间团队的成立吧 上周在新加坡开幕的Games.Asia上 BNGI亚洲分布宣布 PS3和PSVita游戏 刀剑神域失落之歌将在亚洲发行英文版 2015年内发售 与此同时 本作将发行繁体中文版的消息也得到了证实 官方网站也已经开放 相信对亚太地区 尤其是华语地区的玩家而言 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繁体中文版吧 这次游戏的舞台将从SAO转移到ALO 玩家将可以和原作一样在天空中飞行 而剧情则是完全原创的 此外本作的世界呢 为360度的开放世界 玩家可以自由选择在空中飞行 或是降落到地面 诸多的变化集结在本作当中 相信喜爱刀剑神域系列的玩家 已经暗纳不住内心的期待了 还请耐心地等待一下吧 要问业界吹牛哪家强 还要看玉璧概念王 玉璧旗下的大作 在近年来屡屡通过 绝佳的概念营销获得了巨大人气 让业界的其他对手不得不佩服 玉璧敢吹敢缩水的豪情壮景 在近日 玉璧艺术总监表示 他们最新开放世界TPS游戏全境封锁 将会为玩家带来无尽的游戏体验 对此呢 他说道 我们并不想要制作一款打通剧情之后 就可以飞盘的游戏 我们将在很多方面给玩家们带来 持续的有趣的游戏体验 例如PVP PVE和生存模式等 之前动视和邦记 疯狂鼓吹的命运 就是因为骨质疏松 游戏本身没有几两肉 而受到了玩家的口诛必发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玉璧这次能不能为玩家们带来一款 让人满意的 不缩水的大作吧 接下来呢 又是一条游戏 推出中文版的消息 BMJ旗下动作游戏 《适选者2狂怒解放》的 繁体中文版发售日 最终定为2015年2月26号 只比日版晚一周的时间 日语苦手的小伙伴们 只要持避观望七天 就能无障碍地唱完了 如果预定本作的日版 可获得用于解锁 限定荒神 大蛇讨伐任务的下载码 完成任务获得的素材 可制作大神装备 此外本作还将推出 Lalabit特装版 内容为游戏 加特制极东支部 主题头戴耳机 10月31号起 接受预定 索尼网店也将推出 限定版PS4 PS Vita和PS TV同款版 限定版款式 将在日号公布 世神者2的PS Vita下载版 将从2014年12月3号起 至2015年2月4号 为日服PS Plus会员 免费提供 可见世神者系列 还是相当受 PS Vita平台重视的 只是这个PS4版品质如何 值得商榷啊 这系列可以说是经过多年的运营 已经聚集了一大批铁杆粉丝 巫师三狂烈就是他们当前的重头戏 游戏的开场动画也于近日正式与玩家们见面了 游戏基于波兰神话的渲染和其他RPG游戏 表现出完全不同的风味 主角再也不用是洗剪吹的中二少年了 也不是天天想着泡妞和北POSE的仙侠 主角杰罗特也不需要分分钟砍死几个神 来祭奠自己悲惨的身世 而巫师是把故事从民间聚集起来 再还给玩家 游戏专注于人性的艰难是其最为闪亮的地方 这次放出的巫师三狂烈开场演出 可以让对本作系列不是很熟悉的玩家 感受一下这款大作的冰山一角 巫师三狂烈将于2015年2月24号 登陆PS4和Xbox One平台 正所谓车马笑舍天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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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这次的节目中哪些小伙伴们的留言特别有意思呢 爱尔文的网歌说 Dolaymon 3D电影确定明中国好评 是呀对于孩童时代看过Dolaymon的漫画 尤其是各种大长篇的小伙伴们而言 这真来自百年后的猫型机器人 是一种难忘的回忆 一种心灵的寄托 更是童年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而非一个单纯的动漫形象符号 这次怎么也得去电影院贡献一下票房 哪怕暴露年龄 哪怕到处都是熊孩子 你们说是不是 永恒的自由说 它叫Dolaymon不叫蓝胖子 好讨厌人家叫它蓝胖子 其实呢我也不是很喜欢蓝胖子这个调侃性质的叫法 但是呢我还听过一种叫法叫做蓝胖头 你感受一下胖头鱼的感觉 而且呢相信对很多小伙伴们而言 还是会在心里叫它机器猫或者是小叮当吧 另外科普格斗知识 Dolaymon日文其实直译下来呢是 铜锣未门 铜锣销的铜锣哟 上周五恰逢大神一郎呢 在A9危机论坛注册十周年 各位观看节目的小伙伴们纷纷回贴发来祝贺 仔细一看 小小不点同学原来是2005年注册的账号 现在呢也快十年了 对此呢他也表示 想想我都来这十几年了 以前的账号呢都不招密码了 作为面语论坛老人 我想每天来论坛逛一逛 已经成为你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吧 这儿呢就像是一个由玩家组成的游戏大家庭 同时呢也要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另外呢你这个头像真的是让我 自我意了 各种我在节目上演绎 说起这个头像呢 你居然还说 哎呦我未发现 用一一头像的同学越来越多了 以后会不会这里回贴的全都是一一的头像呢 哪里 全都是我 不过呢你们要是能保证每一个人的头像呢 都是不重复的 我也就彻底服了你们了 Nice Idea同学呢给我们留下了五个字 顶游戏前夜 真是简单粗暴 然后呢我发现你也是2004年注册账号的老人了 可是为什么十年了 你才回了160个贴子 看来呢你就是传说中的潜水党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留言呢就回复到这里了 没有上电视的小伙伴们呢 不要气馁 继续回贴 让我看到你们亮眼的回复吧 今天节目的结尾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完整版的 口袋妖怪游戏中文请愿影片吧 所以口袋呢跟我说 像他这种泪点很低的人呢 看着看着就眼泪哭泣了 小光同学也表示快要泪粉饿 尤其是在影片催人未下的配乐 是2003年口袋妖怪居场版 七叶的许愿心吉拉奇的主题曲 小小的我 后来呢被改编成了 英文和日文交替演唱的歌曲 make a wish 而这次的请愿活动呢 十分的贴切了 现在听来每个音符都直直了一点 非常的感人 大家如果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的话呢 就会直接进入到 中文请愿活动的主页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如果你想了解 最新的游戏资讯的话呢 别忘了关注 A911集论坛和新浪微博哦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咯 要记得去请愿哦 好 我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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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克帅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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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